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反垄断执法人员一直在密切审查大型科技公司的收购活动,因为担心新技术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可能会阻碍竞争。 近日有报道称,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司法部以反垄断为由,调查辉达收购人工智慧AI初创公司RUN AI案。 此前在4月份,辉达宣布以约7亿美元收购这家以色列公司。 RUN AI公司的技术可以使开发者和团队能够管理和优化他们的人工智慧基础设施。 辉达发言人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各个行业和市场有报复的创新者,并乐意提供监管机构需要的任何讯息。 司法部没有立即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美国当地媒体8月初报道,美国相关组织和民主党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敦促司法部调查辉达,并就竞争问题展开新的调查。 理由是,该公司在推动人工智慧繁荣的晶片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今年7月也有报道称,法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即将对辉达提出反竞争行为指控。 一些组织反对垄断,提倡政府对科技公司进行监管,他们抨击辉达将软体、硬体捆绑在一起的做法。 这些组织认为,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式严重违反行业规范,会锁定客户,扼杀创新。 即便如此,8月早些时候,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将在8月开始向世界各地送出用于AI应用的Blackwell GPU的工程样品。 辉达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度,把Blackwell架构的产品投入市场。 但近日有海外媒体原银产业链消息称,由于设计缺陷,辉达即将推出的人工智慧晶片将被推迟三个月或更长时间,这可能会影响Meta、Google和微软等客户。 这些客户总共订购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晶片。 据称,辉达还告诉其最大客户之一微软和另一家大行云提供商,其新Blackwell系列晶片中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将被推迟。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最新发表的报告显示,2024年第二季全球细晶圆,即半导体锡片出货面积达30.35亿平方英寸,创进四个季度以来的新高,较今年第一季度, 环比增长7.1%。 SEMI表示,目前不同应用市场的复苏情况不同调,第二季12英寸半导体锡片出货计增8%,是所有尺寸的半导体锡片中表现最佳的产品。 数据中心和生成市人工智慧相关产品需求强劲,是推动半导体锡片市场复苏的主要动力。 台湾半导体系应援厂环球晶、台胜科技及合金科技第二季业绩同步攀升。 其中,环球晶圆第二季营收达新台币153.25亿元,环比增长1.58%, 台胜科技第二季营收达新台币32.25亿元,环比增长6.46%,合金科技第二季营收达新台币22.52亿元,环比增长14.77%。 SEMI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半导体厂正在建设,产量不断增加,长期半导体市场规模渴望达到1兆美元,势必需要更多的半导体锡片。 环球晶圆表示,在AI热潮带动下,市场对于高频宽、记忆体HBM需求大幅增长,先进制程与CoV-S先进封装技术将持续带动半导体锡片用量增长,乐观看待未来营运成长,预期下半年表现将比上半年更健康。 但据媒体报道,受到CoV-SL产能不足影响,辉达将集中力量生产GB-200,并以CoV-SS来生产B-200A,并推出入门级GB-210A。 尽管晶圆代工厂及辉达并未证实相关消息,不过下游供应链透露,B-100将被取消,主力产品B-200预估将递延,而台积电也正积极扩充CoV-S产能,平衡供给需求。 由于CoV-SL需有顶层晶片、Interposer中介层和HBM共同封装,制作难度软高,现阶段良率低于公司目标,因此透过增加CoV-SL产能弥补,台厂CoV-S设备商订单排满。 为此,汇达传出调整产品路线,取消需求较差的B-100、B-200未来也不会独立出货,必须搭配GB-200 Ariel Bianca,并且推出降规版B-200A,改采技术成熟的CoV-SS封装,还将推出入门版GB-210A。 CoV-SL和CoV-SS先进封装最大差异,在于前者必须采用大量挑截Pick-In-Place设备,在RDL重布线层,买入局部系中介层及其他元件。 意味着未来CoV-SL先进封装良率、扩产是关注焦点。 对于B-200A效能,由于L先进封装通过系中介层拼接,面积较S大,原本可以容纳两颗B系列GPU带及8颗HBM3E,如今几剩一颗B系列GPU及4颗HBM3E。 并且,由于产品单价降低,避免将来影响原本B-200市场,据传,挥达可能以CUDA软体方式,限制GB-210A仅能用于推理。 B-200A效能与H-200相似,B-200仍是目前性能最佳的首选,因此原先B-100订单,有望转向采购B-200或B-200A。 此外,B-200A采用气冷解决方案,数据中心不进行改造,可能会提高部分无需大量运算的企业对B-200A的采购并辟息市场。 不过,并不排除因出货失成递言,客户转向采用AMD MI300、MI325或英特尔高底3的可能,会达调整策略,导致供应链重大变化,亦需要持续关注。 业内人士表示,在强劲的人工智慧需求推升下,至明年底台积电CoreOS产能将增长至6.5万片。 与此同时,近期市场传出消息称,台系显示面板大厂群创去年关闭的5.5代LCD面板厂,台南四厂即将被台积电收购,目的是扩充CoreOS先进封装产能。 群创于7月底发表公告称,为助力公司营运及未来发展动能,充实营运资金,计划出售南科地厂区5.5代厂、Tag厂相关不动产。 群创指出,为配合业务需求,即争取失效,承行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洪济杨于不低于拟处分资产,在最近期财务报表上知账面价值,参考专业估价报告及市场行情讯息同等规模厂房重置成本,与本案潜在交易对象,协商处分条件及签署买卖相关合约。 之前一直有传闻称,美光想收购群创5.5代厂,但也有消息称,封测大厂南茂和台积电也在竞购。 但现在最新的消息显示,台积电即将拿下该LCD工厂。 针对这些传言,群创此前曾表示,不对市场传闻做任何评论。 台积电也未回应市场传闻。 台积电目前正在开发PLP加TGV面板级封装,立拼2027年量产。 主要着眼,PLP加TGV可实现更高的面积利用率及单位产能,并有效降低抑制封装成本。 总体上综合目前消息,台积电加一厂仍是COLS重镇,但近期因为一级问题卡关, 如果台积电顺利抢到台南市场,有机会缓解吃紧的COLS产能。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